无赖宗客五年不交房租 上门索药竟说房子是他的 奶奶的 这小子欺人太甚 走 我们找他去 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 我已经通知了整个市区的房屋中介 这下有他们受的了 此时张三给我打来了电话 阿星大事不好了 你千万别回来 那家人闹到律所里来了 还带了一帮人 哟喝 人多才有意思不是 挂断电话后 我直接来到律所 人呢 这小子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敢做不敢当 真是一个脑种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如果我今天看不见这小子 就别怪我对你们律所不客气了 只见带头的男人 极其愤怒地对张三嚎道 而他的身后 还有几名标形壮汉 这位大哥 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你们说的新律师 我们不认识 小子 你真当我很好糊弄是吧 你们律师函上面的联系地址 以及电话号码 写得清清楚楚 我也懒得给你废话 如果今天我看不见人 你们一个也别想 从这里走出去 这位大哥 我以一位专业律师的身份 提醒你一句 你现在的行为 已经构成威胁个人安全 这种行为 已经严重触犯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倘若罪名做实 你们将会予以 拘留罚款等处罚 情节恶劣 破坏社会秩序地 构成寻衅滋事罪 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所以我劝你们 还是赶紧收手吧 不要把路走窄了 一听着 男人更加急眼了 我管你什么狗屁 治安管理处罚法 真以为自己 懂一点法律 就很了不起的事吧 我告诉你 是你们律所的人 先挑事的 这小子不仅让物业 把我屋里的水电断了 现在还让一堆的 房屋销售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 来我家里进行骚扰 我还没有 告你们骚扰呢 你们倒好 还想告我 一听着 张三瞬间反应过来了 阿星啊 阿星 你可真损啊 我可太喜欢了 你们胆子可真大了 这里是律所 你们敢在这闹市 看见是我 男人脸色阴沉地问道 呵呵 你小子居然真敢回来 我们屋子断水断电 还有房地产中介 是不是你小子搞的鬼 是又怎么样 小子 我警告你 要么你在今天之内 把我们房子的水电弄好 然后再把那些 凡人的房屋销售都赶出去 要么我今天 就把你的鬼给卸下来 呵呵 想解决这个问题 很简单啊 如果你有房产证 完全可以去找物业 申请恢复水电 至于房屋销售 你有房产证 也可以跟你们说清楚 而且你们是不是 没有搞清楚状况 现在是你们霸占了 人家的房子 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手段 合理把房子要回来而已 我们霸占了你们的房子 这房子我们从十年前 开始就一直在住 整个小区 有谁不知道我们夫妇 是这个小区的老住户 再说了 房子我们前阵子 才重新装修了一遍 现在你们想直接要回去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房子虽然不是他的 但他可是花过一笔装修费的 也正因这笔费用 他说什么也不可能 白白把房子交出去 此时男人嘴角一翘 当然 你要是把房子卖了 我们也不是不同意 这样吧 咱们各退一步 之前的事呢 我也不跟你们计较了 但之后你们把房子卖出去了 这笔钱给我们分上一份就行 事到如今 这已经是我想到最好解决的办法了 毕竟现在房子已经断水断电 也住不了多久 与其一直耗下去 倒不如直接点把房子卖了 也好让我回点血 你打算分多少 这个简单 咱们公平一点 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咱们双方一人一半就行 真就差点给我细笑了 分你一半 是不是有点太少了 干脆我直接给你们换一个新的住所吧 听我这么一说 男人顿感诧异 换一个新住所 你是打算要给我们重新换一套房子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他又谨慎了几分 那边的环境怎么样 面积有多少 环境还行 面积也很宽敞 男人迟疑了片刻 房子 我可以要 但我需要先看看房子 等看完房子的环境后 我再决定要不要 没问题 要不咱现在就去看看 行 随后 我直接带着这一群人上了车 小子 你可别怪我 没提醒你 要是你敢忽悠我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过了几分钟 我直接把车停在了当地派出所门口 小子 你带我们来派出所 什么意思 你们想要的住所就在里面 对了 里面除了面积宽敞之外 还另外附赠包吃包住 老妈被骗一百万 我反手让骗子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天我正在跟水友们直播打游戏 他被帮架了 什么 绑架 听到这话 我瞬间不淡定了 但是这时候 我更不能冲动 毕竟我现在是老妈的主心服 我深吸了一口气 老妈 你先别哭 也别着急 你跟我仔细说说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爸他怎么会被绑架呢 昨晚上你把去了一趟乘衣 搭船去卖点东西 喝到了晚上就在爷妹会消息 大电话也是一致关机 直到今天下午 我忽然接到一个抹声电话 他说你的父亲现在在他搜索 要求我在三小室内给他扎一百万 还说要是再纳不出这个欠 他就撕票 说到这里 老妈的眼泪也是止不住的流 大家走死弄命 纳赖的这么多欠啊 便说是一百万 这碗我也拿不出来啊 我也只没办法了 他给你打了个电话 听完老妈的诉说 我也是愣了一下 这一百万我倒是有 可是这种不知名的绑架 直接给匪徒钱呢 肯定是不理智的 如果绑架犯这么轻易收了钱 还是很有可能当场撕票的 而且我也仔细想了想 我并没有得罪社会上的什么人 老妈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绑架了我爸的 你有没有在电话里听见我爸的声音 母亲犹豫了一会 他们就是在电话里这么和我所恋 而且我给你把扎莲华业一次答不通 仔细想想 这件事多少有些奇怪 这毕竟是匪徒的一些片面之词 这样老妈你先别急 你等我回去 在我回去之前 你千万别给他们转钱 挂断电话以后 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毫无疑问 电话已经是关机的状态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的直播还是开着的 兄弟们家里出了点事 今天就不给你们直播游戏了 看星哥的表情 似乎又卷入了什么案件 我感觉好像又有人 要进小黑屋了 好期待 好期待 我随便跟水友们聊了两句 便把直播摄像头放在了身上 因为是隐藏式的 所以还是很好戴在身上的 我开的系统 当赠送给我的法拉利 急忙回到了我的老家 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无非就分两种 如果是真绑架 那就肯定会怪的结果 但是如果说本身这个绑架案 就是一个骗局的话 对方只是想利用时间差 抓住我们的急切心理 尽情敲诈勒索 而对于这两种情况 我倒是偏向于第二种 毕竟现在法治社会 绑架事件已经很少了 所以我先是回到了老家城里 去一些我父亲经常去的地方 我下车断了一圈之后 果然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只见一位中年人 正坐在不远处的骑摊上 爸爸 绑匪绑了我老爹 还向我老妈索要一百万 续街上集 我发现了我的爸爸老爸 听见我的声音 我的父亲便把目光离开了棋盘 嘿 阿星 你咋有时间回来了 见到老爸之后 我的心里也暂时松了一口气 一阵子不见 你小子倒是结实了不少 细看看还变帅了 我和父亲随便叙了叙旧 很快我便转入正宿 我将老妈被骗的 经过一五一十的 全告诉了父亲 啥玩意儿 我被人绑架了 得知事情的父亲瞬间一脸猛逼 至于父亲为什么在这 那是因为平时太无聊了 就靠下棋这口 而且原本父亲来城里 是打算买点生活必需品回去的 可没想到中途遇见了几位旗友 这才忍不住露了两手 他自己也没想到 这一下就是一天一夜 这样吧 咱赶紧先回去一趟 改天再来和几位叔叔切磋 就这样我开着我的法拉利 带着父亲回家了 阿行 一颗转死回来了 我刚进家门 只见满脸沧桑的母亲迎了上来 阿行 刚早那个帮家伞又来电话了 所以小四美夫把一百万赞给他 他就离妈死票 文言 我直播间的观众 也叽叽喳喳的讨论了起来 死票 这不是绑架案吗 真行啊 但绑架新哥的父亲 新哥他爸不是回来了吗 所以绑架犯绑的谁啊 水友们聊的热火朝天 也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老婆子 谁要撕票我啊 太子他爸 你 老妈见到父亲 出现在他面前 显然有些不可追议 阿行 你怎么把你爸就回来点 就回来 我压根就没被绑架好了 这打电话的摆明了 是个骗子吗 我这么大岁数了 心眼咋不见长呢 随着气氛逐渐的缓和 老爸也开始打情骂笑了 放松了几口气 忽然老妈的脸色瞬间变了 坏了 我 我刚才给他打了一部分钱过去了 听见这话 我爹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你给他打了多少 老妈犹豫了一下 我和父亲瞬间沉默了 几秒钟之后 父亲浑身难受 就好像蚂蚁在身上爬 我说你们这些女人啊 真是头发长 见识短 老子什么人啊 我分分钟一个打十个 谁能绑得了我啊 要知道 五万块对于农村家庭来说 是一笔相当庞大的数字了 而且这是爹妈日日夜夜 洗澡探黑干了不知道多少农活才攒下来的 老妈再也忍不住了 哇的一声 眼泪就流了下来 见到这一幕 我直播间的水友们也深感同情 农民的钱也敢骗 真不是个东西 这个是比较难 报警里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而且电话号都是虚拟的 IP地址也随时可以更改 也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老妈顺势摸了摸口袋 一看来便显示 则 则是骗子里点火 也就在同一瞬间 一个熟悉的声音贯彻在我的脑海 咕咚 检测宿主家人利益受到侵犯 选项以为您自动生成 选项一 当作没看见 反正现在家人没有事 而且自己也不缺这五万 奖励 写有存款一个亿的依附意见 选项二 犯我者绝不轻饶 用自己的手段让绑架犯崩溃 奖励 整股专家称号一个 选项三 直接找鼠鼠 让鼠鼠同志协助调查 一同抓获绑架犯 奖励 一百万现金 我稍微愣了一下 选项一肯定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也不可能 而选项二是和黑子用碰到底 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项 选项三看似极其稳妥 且安全性极高 我犹豫了一下 这次我选二 我要让他们误出代价 小黑子勒索老妈一百万 我让他直接撕票 续接上级 此时此刻 老妈的手机依旧在响 此刻咋办呢 不接还是不接啊 老爸也没好气的说道 还能怎么办 钱都让他骗走了 现在跟他说 再多也是废话 最多你就是骂两句出出气 钱肯定是要不回来的 别接了 不行挂了吧 小黑子坑骗 我家人这么久 我可不会轻易逛过他 老妈你把电话给我吧 老妈虽不清楚我要干什么 但还是毫不犹豫的给了我 接通电话以后 我直接打开了免提 喂 请问是哪位 黑子见我声音不对 瞬间也变得谨慎了几分 你是谁 刚才那个女人呢 你让那个女人接电话 我是阿星 刚刚的女人是我的母亲 听见证 小黑子也是黑黑一笑 我想你的老妈 应该跟你说清这件事了吧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也就懒得跟你废话了 你爹现在就在我手上 你要是不想你父亲出事 就老老实实的给我打一百万 少一分都不好使 我看了一眼一旁的老爹 仿佛是想说 关于我被别人绑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 我微微一笑一百万啊 我妈刚不是给你 会过去五万吗 你是不是该把这五万也算上了 小塞子 你在这跟我讨价还价呢 你还想不想 让你老爹平安活着了 紧接着小黑子冷冷的说道 刚才那五万只能算是利息 毕竟你们让我 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 这五万就当请我们喝茶的 其他的一百万 还是一分不能少 突然小黑子好像顿悟了 你爹跟我废话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想跟我拖延时间 好让叔叔查到我位置是吧 告诉你 我身边就我一个 在这世上无牵无挂 如果我发现一点端倪 或者看见叔叔 我直接带着你爹一块领盒饭 小黑子说的跟真是似的 要不是我爸就在我旁边 我还真得信了 这黑子气势真可以啊 我都感觉到压迫感了 说实话这烟剂还是杠杠的 不去后来五党烟剑真是可惜了 这年头连诈骗都卷起来了 直播间的水友们也都是听得一清二楚 既然小黑子这么聪明 那我就将计就计 行吧 那我怎么把钱转给你呢 你直接转我账户 信息你母亲那都有 只要钱一到我立马放了你爸 要是给了你钱你撕票了怎么办 小塞子虽然我是个黑子 但是我也是有职业道德的 只要钱到位了你爸肯定平安无事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太妥当 要不这样我把钱带到你指定的地方 然后你也把我爸带到指定的地方 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好吧 这样对大家都公平 你小子想骗我出去是吧 小黑子感觉有些不对劲 我跟你讲你最好别跟我耍瓜样 我骗你出去 我还害怕你拿完钱撕票呢 你也别拿职业道德 跟我说是你都当小黑子了 哪来的职业道德 说到我也不耐烦了 我就这么个办法 到时候我拿钱到你指定的地方 你爱要不要 你要是不行 那你就撕票吧 反正老头子也没几年命活了 你们撕完了记得埋了 说完我便挂了电话 为了让黑子按我说的做 肯定是不能给他说话的机会 见我这一操作 水友们也开始疯狂问我 星哥 你就这么把电话挂了 这还怎么真实 他啊 兄弟们 你们不用担心 鱼儿已经抛了 一会他肯定来找我 话还没说完 黑子果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小兄弟 我答应你的要求 你把钱带到指定地点 我也带上你父亲过去 咱们一手 交钱一手教人 对于小黑子来说 他只想立刻把钱搞到手 既然小黑子进了我的套 那我只好继续了 不好意思 我改主意了 你个小塞子 耍我事吧 我都答应你条件了 你还想怎样 你要是跟我耍瓜招 这辈子你都别想看见 你父亲了 我故意光作无奈 兄弟 你是不知道啊 我家老头子 没事就去读 都欠了一屁股债了 天天就知道找我要钱 我也是烦透了 要不你还是把他做掉吧 听完黑子也是一愣 兄弟 这可是你亲爹啊 再怎么说 也是血浓于水啊 如果他下去了 你身为儿子 难道你不会愧疚吗 看见这一幕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跟打了鸡血似的 这骗子还有同情心呢 嘿 什么同情心 我看他是快递了 我的父亲在一旁 也是小声说道 你小子也是真敢说啊 我故作深沉的说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那是我亲爹 如果就这么凉了 我确实不会心安 但你刚才骗了我五万 我很怀疑你的信誉 那你想怎么样 简单啊 想让我相信你 你把之前的五万退回来 啊